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2年4月24日星期日 我们中国呢,有一个词啊,叫前驴技穷 驴子啊,他遇到敌人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反抗性的一个反应,对吧 撩一抉择 撩一抉择完了以后呢 如果对方继续对他进攻的话呢 他又撩一抉择 到最后,他的敌手呢 看到他,哦,原来你也就这两下子啊 然后就把他吃掉,这叫前驴技穷 这个成语呢,现在用在美国的身上是最可视不过了 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这个军事行动之后呢 美国就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反正就是制裁这俩字呢 就是前驴技穷的撩一抉择 美国这条驴呢,撩的嘴子就是制裁 制裁一次,再制裁一次,再制裁一次 反正就是制裁 对中国呢,威胁说中国也应该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中国呢,不仅不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反而呢,谴责美国的制裁是非法的 美国呢,没办法呀 你不制裁也行 然后说呢,如果你胆敢不遵守我的这个制裁的话呢 那我就会制裁你,我就会直接的制裁你 中国说你那制裁呀,根本就是非法的 我们这个贸易都是正当的贸易 你这制裁就是非法的 你应该停止对我们的正常贸易的这种干扰 好,这段时间以来呢,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呢 根本就没有受影响 昨天呢,我说了一下就关于那个银联卡 银联卡这件事情呢,我没有仔细的关注 但是昨天的时候呢,就有网友告诉我说呀 说俄罗斯啊,银联卡不能刷 还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一个中国媳妇儿,是一个俄罗斯人 他在这个视频里面就说呢 说这银联卡呢,在俄罗斯不能刷了 那这个具体情况呢,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我昨天看新闻呢 诶,正好就看了一个俄罗斯的卫星通讯社的一个报道 因为我昨天说完了以后呢 有的人问我说,你这消息从哪来的 这个消息就来自于俄罗斯的弘星通讯社 他们的报道呢,是说白俄罗斯的财政部长 在接受白俄罗斯第一电视台的采访的时候呢 表示,白俄罗斯正在部署 中国的这个银联卡支付的这个系统 说已经进入尾声,马上就部署完了 部署完了以后呢,在全白俄罗斯就可以用银联卡进行这个人民币的支付 那这个说明不说明问题啊 这个就说明问题啊 说明呢,中国在俄罗斯白俄罗斯推动银联卡的使用 推动人民币支付 就是在扩大而不是缩小 对不对,这说明不说明问题 至于说俄罗斯媳妇为什么说她那银联卡不能刷了 有的时候她就是一个个别现象 不有一个个别性的这种障碍 故障,对吧,都说不好 不知道怎么回事 总之呢,一句话像这种东西哈 我们不要听着风就是雨 然后呢,来唱衰中国,唱衰俄罗斯 好吧,不要听着风就是雨 那今天呢,我是想说呀 美国这头驴呢,有多么的寄穷 有多么的寄穷 还说是对中国进行制裁呢 现在他们都要取消对中国的那关税了 那这个消息的来源是来源于哪呢 现在西方媒体呢,都在报道这件事情 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长 昨天说的是白俄罗斯的财政部长 那今天说的是呢,美国的财政部长 他在22号,昨天23号啊,前天了 在接受彭博社的采访的时候说了 说美国政府呢,正在竭尽全力的降低通货膨胀 这其中就包括仔细的审视对中国的贸易战略 重新考虑对中国的关税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 有希望能够使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得到抑制 那他们考虑如何来降低关税呢 在之前的一天,负责世界经济事务的白宫的国家安全副顾问 他叫辛格,也是在采访的时候呢 他是表示说,说美国政府呢 正在考虑降低对中国的什么自行车 服装等这些非战略产品的关税 以抑制高起不下的通货膨胀 而和那些关乎到什么供应链啊 基础科技啊 国家安全相关的那些产品的关税呢 仍然是会继续维持 他还说呢 美国释出这样的比较友好的举动 希望能够换回来中国对美国的友好的举动 对等的一个举动 就是呢 取消中国对美国的这些非战略产品的进口关税 因为中国在这段时间 疫情动态清零的这种情况下 对中国的经济呢 也造成了影响 中国现在很需要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 所以说呢 美国如果说对中国有这样一个友好的举动的话呢 能换回来中国这种对等的友好的这种互动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第一 美国是前驴激情了 他们是没有办法了 现在就只好认怂 只好来求中国了 而且呢 希望用这个来换回来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帮忙 因为这个制裁呢 大家都知道哈 本来美国和中国之间呢 贸易搞得好好的 对不对 这个经济全球化 本来搞得好好的 结果呢 美国选上来了一个大傻子总统 特朗普 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呢 这个大财迷啊 然后就觉得说 哎呀 中国赚我们那么多钱 然后你看看中国的那个机场那么高级 你看看中国的桥梁那么高级 你看看中国的那些动车 你看中国地铁 中国人都过上了那么幸福的生活 说这些都是败我们所赐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就是赚了我们的钱 中国跟美国之间 每一年的这个贸易逆差 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顺差 对于他来说呢 就是逆差 每一年这个贸易逆差呢 都有三千多亿 对吧 这不行啊 这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个贸易逆差给它缩小 甚至呢 给它凝转过来 只准我们赚它的钱 不准它赚我们的钱 然后呢 就开始对中国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这种制裁 制裁的办法就是关税啊 就是加关税啊 对不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制裁我 我就不会制裁你吗 那美国呢 对中国这个制裁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几乎是所有的领域 所有的产品 全都是加上了关税了 那中国呢 对美国的产品呢 有很多 也都加上了关税了 一开始的时候呢 川普就寄希望于说呢 我给你加大关税 对不对 然后就让你这个产品价格就上去了 那你还能进入我美国的市场吗 那你进入不了我们美国的市场的话呢 那你就从我这儿就挣不着钱了 结果后来事实证明怎么样 结果呢 中国照样往美国出口那些产品 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呢 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还加大了 就是说呢 美国从中国买的产品就更多了 那将来的关税哪里去了呢 这就出来了 这就出来了 那会儿就说 商敌一千 自损八百 原来呢 美国是这么想的 对不对 然后中国呢 会承担一部分 美国会承担一部分 结果呢 事实证明 是商敌八百 自损一千 这些所加的关税呢 基本上全都是转嫁到了终极消费者 所以说美国就出现了老市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 当然这个关税呢 不是唯一的一个原因了 还有其他的原因 但是美国现在的行为呢 就证明他认为呢 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现在他就希望呢 把这个关税降下来 然后呢 他这个通货膨胀率啊 就有希望能够降下来 现在他是这么希望的 所以呢 现在就舔着个脸 来求中国 这就是求中国呀 其实前一阵子 他们已经叙述了这么一个动作了 还记得吗 前一阵子呢 说是好像是300多 还是500多个产品 说是取消了关税了 那他们那会儿呢 实际上他们就希望中国能够相应的 也对美国示出来一些比较友好的动作 最起码最起码的就是把第一阶段的中美贸易协议里面 中国要购买美国的那2000多亿的那个产品给他买了 结果呢 中国压根就不理他的茬 说你这么做呢 你就对了 但是你做的还不够 你做的还远远不够 你还应该继续的取消关税 所有的都取消 中国以前不是给他列了清单吗 按照那个清单 一样不缺的 把它都做了 然后再说 然后呢 中国对他那个第一阶段 2000多亿美元的那个产品的那事呢 仍然是置之不理 那么现在你看美国他就没有办法了吗 对不对 他就是向你认怂来求你吗 前一阵子的时候呢 他们就有不少的官员出来也放风 包括那个戴琪对不对 戴琪还记得吗 他刚以上台的时候 就是拜登刚已任用他的时候 结果呢 他特别恶狠狠的对中国的那种 态度对吧 一开始的时候呢 大家还觉得说 哎呀拜登是不是会和川普不一样啊 会把川普之前的那些疯狂的政策 一一的给他取消啊 那贸易谈判代表还特意请了一个 说中文的戴琪啊 是中国的后裔 而且呢中文相当流利的戴琪 是不是就更方便沟通啊 后来发现怎么回事 后来发现这个老拜登 更不是东西 比那个川普呢 更变本加厉 是不是 川普的那些对中国的疯狂的政策呢 几乎他都没有取消 都没有取消 雇了一个戴琪并不是说想和中国更顺畅的交流 而是呢 雇了一个疯狗 那戴琪啊就相当于疯狗 刚一上台的时候疯的不得了 但是呢中国就不理他们 就扫着他们 给他们扫的到现在怎么样 那个戴琪 根本就是对中国就是抓不着摸不着 我根本就不理你 现在他们坐不住了 受不了了 主要是 经济的这种萎靡受不了了 就包括他们那个武器支援乌克兰的 是不是 美国就说我们的库存已经用了三分之一了 但是呢被他们污蔑的 说已经差不多要弹菌粮绝的俄罗斯 俄罗斯就说呢 我们的库存用的不到30% 对不对 你三分之一和30% 你用的那个库存 比俄罗斯使用的那个库存还要多呢 那么有很多的专家就担忧说 那要继续生产的话呢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 美国的这种制裁 再加上现在对俄罗斯的制裁 已经是把全世界的供应链啊 产业链啊 都破坏的非常严重 现在就对俄罗斯的这种制裁啊 对欧洲的这个产业链破坏都非常严重 而觉得说呢 好像这样能把俄罗斯搞死 能把俄罗斯的那些企业都搞垮 但是呢 你现在看吧 因为这个能源的涨价 欧洲有好多企业都活不下去了 你以为说就只是老百姓 说受不了那个天气的冷 多穿两件毛衣就能解决的问题吗 那些企业怎么办呢 能源这么的高 对不对 你老百姓你可以说哎 我不把暖气烧的那么热 或者是呢 天都渐渐的暖和了 我都把暖气停了 我多穿几件衣服 那那工厂怎么办 工厂怎么办 工厂的运转不需要能源吗 是不是 工厂没有能源 那工厂能运转吗 德国法国还有其他的国家 因为很多的公司现在都倒闭了 就是不倒闭也停产了 你知道吗 这些都是对这些供应链 形成很大的影响 专家就说你现在 现生产这些武器 你供应链跟不上 你怎么生产 这个问题呢 我在视频里面也说了好多次了 你供应链你怎么生产吧 你这一个产品里 你哪怕是一个螺丝钉 你最后的这一个盖 你给它拧不上 那你这个产品能出去吗 你出不去啊 现在美国就认识到这个问题 希望中国来配合它 解决这些问题 你说配合就配合了 是不是 早至今日何必当初啊 本来大家在一块 对吧 活得好好的 全球一体化 对不对 齐平讲话 全球的命运共同体 大家的命运都在一块 你非得搞你的我的 你们的我们的 是不是搞这种分裂 你要中国对等 中国就对等 你对中国制裁的时候 中国还没对你对等吗 你制裁中国的华为 中国也没有对你对等啊 中国也没有对你进行那些战略性的 你不是说战略性吗 对不对 那些战略性的 中国也没有制裁你啊 中国老百姓都有意见 那个稀土为什么不给他卡住 对不对 有很多中国都没有对你们下手 一帮流氓 就应该让他吃吃这苦头 中国就帮你他们 他这段时间 他已经叫了一段时间了 说给中国免除这个关税 对吧 取消这点关税 为什么没有取消呢 就是因为他取消了以后 他也换不回来 他想要的 中国现在就一门心思 我为什么要领你的钱 反正你有这关税 没这关税 我都一样的出口 我为什么要在乎你这个 你取消不取消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这是叫什么 搬起石头来砸了自己脚了 活该 我就送你两个字 活该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等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拍拖 照片 赞 订阅